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我的 我个人在内 当然都在用 其实这是目前市场上面最夯的手机 苹果的市占率因为iPhone6推出之后 iPhone6 iPhone6 Plus 使得它的市占率大概到了地球上面了 手机的占有率的两成 百分之二十 那百分之二十高吗 百分之二十不能说说高 可是你知道它的手机的市占率两成 但是它是全世界所有手机品牌的 就是说获利的九成 它两成的市占率 可是呢 它把地球上面所有的手机生产制造出来的 获利的九成都进了它的口袋 所以当昨天在网络上面传出 就是说呢 这个苹果准备要推一个 推一个 推一个这个 促销动作呢 就是任何品牌的手机 那你来换这个iPhone6 iPhone6 Plus 那都有折价 把市场上面很多的 很多的这品牌都给吓死了 然后这个 这太狠了 它市占率会提高 但是呢 但是因为它的 它的这个利润已经 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会不会这样做 我个人是存疑了 因为这不太像是苹果的style 这不重点啦 重点因为它在 它在测试是要测试 就是说呢 这几款新款的手机的通话时候的辐射量 结果 结果测试之后呢 不管是iPhone6 Plus iPhone6 Plus呢 是最高的 那第二高的呢 就是iPhone6 换句话说呢 不管是iPhone6的Plus 或者iPhone6的 它在通话的时候的辐射量都很高 而且高出很多很多 那iPhone6 Plus啊 这个在通话的时候呢 它的辐射量呢 高达0.582瓦 那如果是iPhone6的话呢 这是0.272瓦 大概是iPhone6 Plus的一半 可是呢 再下来的 像是这个宏达电 排名第三名的宏达电 虽然排名第三名 但是你知道它就只剩下了0.15瓦 只有这个iPhone6 Plus的 这个的一半左右 那更是只有iPhone6 Plus的 大概呢 四分之一 好那再下来呢 Samsung Samsung的这个Note4 那是0.112瓦 比宏达电呢 还低一点点 那 另外 另外这个 再看 同样Samsung 那Samsung的这个 新款的这个 Galaxy Note Note Edge 是0.106 大概都在0.1瓦以上 那 所有的这个测试的手机品牌里面呢 受测的六款里面 最低的 就是说 辐射量最低的是 华为 那 华为的这个 Mate Mate 7 大概0.102瓦 虽然也都在0.1瓦之上了 就会 简单讲了 就不管宏达电啊 或者是Samsung啊 或者是华为 这三款 其实 它的辐射量呢 都 都差不多 都很 都很低 都是0.1 多一点 那 但是呢 苹果的这个辐射量呢 就很高了 那当然 我 我不愿有任何的暗示了 你说 它 它会不会致癌 当然就报 报道里面 后面就 就一定会 会去做一些访问啊 说会不会导致这个 辐射会不会导致这个 就是说 癌病变了 比如说脑癌啦 脑瘤啊 等等等等 或者说淋巴的这些病变 呃 它后 它的新闻后面就会提到 这些过去谈到 谈到电磁波 谈到就是说通化辐射的时候 一定会谈到的部分 但是 我跟你讲 就是说 你 那 我最近之所以把 每一天都把 都把空气品质 摆进来 是因为空气品质 呃 空气污染 尤其里面的pm2.5 那是列为一级致癌物 那是 世界卫生组织的 一级致癌因子 同时你把 你把世界卫生组织的 这个报告里面 所谓的一级致癌因子 它用 它用表列的方式 打打打打打 包括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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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也提到了 包括像是槟榔 槟榔也是一样 是在一级 一级致癌物里面 我觉得我们的 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 其实都应该 特别的宣传一下 就一级致癌物里面 那包括了很多的项目 但是在所有的 这些项目里面 空气品质 空气污染 是排第一个 也就是空气品质 pm2.5 是所有的 一级致癌物里面的 排头 就你想到 一级致癌物的时候 它第一个告诉你 就是说你小心pm2.5 你小心的空气污染 然后再点点点 点下去之后呢 就谈到了其他的项目 那包括了冰牢 那有没有谈到 电电磁波有 电磁波 电磁波好像在第三集 还是第四集 那什么叫第三集 第四集 就是其实不太确定 跟你说 就它是不是一定会 会致癌 但是呢 在评估当中来讲的 也有一点可能 它就摆到了三集 四集 因此 我不能跟你说 这个一定不会怎么样 那但是我也不想要去 去用那种惯性的 媒体报道 那恐吓式的报道 说这个会致癌 因为那个讲的太简单 任何东西 它都有可能致癌 但是被确定的 摆在一集里面的 是可以告诉你说 非常确定的 如果过量 它的致癌的这个机会 是很大的 包括就是在人体的 这些呢 临床上面来讲的 被证实的 那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与其 你去担 担心 担心电磁波 你不如担心 我每天要特别 特别跟你讲的 空气品质问题 那实在多了 对你的健康来讲 那使用多了 那与其 你说 我担心了 核能电厂 会不会发生意外 然后呢 我要废核 然后呢 我要 你要知道废核之后 你在台湾 你只要废核之后 你只有一种选择 你所有失去的电力 你就要烧煤炭 你说 我不烧煤炭可以吗 我烧天然气可以吗 我可以啊 天然气 第一个 它的存量非常非常的短 除非台湾 要去建很多很多 大型的天然气的 除草 那你要 你要把这除草 要建出来 让天然气的存量 可以呢 增加一些 要增加到多少 增加到存 存量最少一个月 它才有可能提供一个 某种意外情况 最极端的意外情况之下呢 勉勉强强的 稳定的发电 否则以现在的天然气的存量 以台湾目前天然气 在所占的发电的比例 大概三成多 其实已经很高了 因为天然气的价格 大概是核能 跟煤炭的 就是说发电价格的四倍 那你如果再提高之后 就算我电价不提高 你的存量呢 要增加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 以现在情况来讲 你只要 只要是 废了核能 你新增加的 火力电厂 就是燃煤电厂 燃煤 就是PM2.5里面的 最主要的来源之一 你甚至可以说是 最主要来源当中的 排头兵 那你在考量到 你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 我不太懂许多的那种的 浪漫的 惯性的 或者是把它当作 宗教信仰的那些反核人士 为什么当你在揭露底的 资讯的时候 你总是只讲一半 总是只讲 你要讲的那一半 你告诉他 核能很可怕 我不会跟你讲说 核能 核能很干净 很安全 他当然是在一个 在一个管控之下来讲 他很干净 很安全 发电成本很低 他的他的碳排放 只有煤炭排放的 四十分之一 是所有的能源 发电形式里面来讲 会造成空气污染的 最低的一种 但是 你宁可去用 用烧煤炭 你告诉他说 我们烧煤炭 烧煤炭没有关系 所有所有反核的团体 包括反核的政党 请你站出来说说看 出来讲 不要用毕业 进广告 回头聊 好累哦 投资 明天再说吧 你忘记富兰克林说的 今日是今日币 想要累积财富 现在就要开始 快上网搜寻 国民的基金 富兰克林证券 投护独立经营管理 101年金管 投护星期第025号 富兰克林 国民的基金 在这里 会议不再是反射动作 在这里 开会同时 心灵也跟着充电 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 会议专案 山林湖井取代投影布幕 虫鸣鸟叫 带走沉潇喧 心灵健身教练 带您重新认识自己身体 在42度女人汤中冥想 体验慢活意识的觉醒 让会议不再是乏味的差事 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 02-2661-6555 02-2661-6555 另有春酒专案 从现在起 买中古车就像买新车一样 透明又简单 业界创新 太古优选精品车 全新登场 首创一年 获两万公里 全车保固 在想轻松分歧专案 行动中心全新开幕 内湖Costco对面 24小时服务热线 0800-818-869 太古优选精品车 每一辆 都是全新的美好 大家好 我是蔡琴 飞碟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点你UFO 阿们 849分05秒 台子旗开盘 开盘之后呢 台子旗现在上涨49点 呃 9723点 台子旗直接过了97了 成交量的6072口 成交量的比前几天大一些 好那最高的来到9736点 上涨60多点 那今天的现货开盘了之后呢 过97的机会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哈 所以呢会刷新刷刷新的这个 这个反弹的高点 那继续往这个9859点 呃继续往这个的1万点的方向呢 迈进 换说你可以预期呃 之前马云九 马云九就任6年多以来的那个高点呢 大概在最近呢 就会有突破的机会哈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下 讲讲到马云九 嗯 我觉得马云九即将要卸任了 那2016年 嗯 对民进党来讲 好像已经如囊中物一样 九二共识不用管 其他的东西反正都 没有什么东西挡得住我民进党 挡得住我蔡英文 那今天当中国中国时报的这个头的头版 嗯 也在也在谈到 就独派大佬之前一直在质疑蔡英文的说 啊 这个秦军的没适合做总统 那 郭关敏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 非常那种日本风味的 那个 那你会觉得 啊他有点这个大 大男人的心态啊 等等 好了 这些都从而不论 总而言之他 他过去就常常质疑 就是秦军的没适合做总统啦 因此用这种角度呢 在质疑蔡英文 不过 呃 因为 你质疑也 也没有用 因为从绿营的角度来讲 从民进党的角度来 来讲 已经定于一尊了 就是二零一六不用想想别人 就是我判英文 你质疑也不好 啊 我我质疑也好 都都同样 那 呃 已经 我高兴穿裙子就穿裙子 我高兴穿裤子呢 就就穿穿裤子 何况孤宽敏在提出这个质疑的 大家常常讲说 啊 啊 啊 穿英文穿 穿裙 很少啊 呃 大部分的时间 大家看到 他都 他都是穿 穿裤装啊 哦 所以 所以呢 蔡英文呢 可以把他当作是穿穿裤子的 好 重点是呢 独派的大佬 孤宽敏呢 也 也说 没有 没有保留的 那 挺蔡英文 坦白讲 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选择了 好 那 既然2016之后 民进党 胜券 在握 总统要 呃 立委要 那 我觉得马英九 或者说国民党 那 我觉得破釜成舟 并不是光是说 啊 我要想看 我怎么样可以 可以在 在 在里面 弯来弯去 绕来绕 绕去的各种议题 闪闪 躲躲 看看能不能够 看能不能够呢 勉强有一点取胜的机会 我觉得 与其这样子想 不如呢 大道阔斧的 把许多 你认为应该做 但是过去很明显的 被政治 被意识形态 被一种台湾内部的 呃 议和团式的 过去的清朝的议和团 或者是当下的那种 神 神学式的宗教氛围 所卡住的一些公共政策 你就做了吧 我觉得 马英九最该做的是 让和事启动 将来 回过头去 大家看你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定会给你很热烈的掌声 知道了你做了一个 非常困难 但是绝对正确的决定 每个人都在说和的和事不安全 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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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许多的 比我更门外汉的人在鬼扯 在恐吓你 就像讲到电磁波一样 让和事启动吧 和事都已经经过了所有的安检 国际的专业机构的安检 如果我们信任专业 当这些都完了之后 我们说安检全部都通过了 我把它封存 几千亿的投资 傍罪牢 像是东北较海岸的海水一样 把它呢 当做是一个 一个博物馆 台湾没有那种本钱 没有一种卡通就不要吃那种塞油 这大家常常常常常讲 就是你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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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少多少多少本钱做多少事 你有多少的精良做做做怎么样的事 台湾应该要废煤 废炭 可是台湾你知道台湾现在台电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他对废盒做的准备 他对未来的能源的供应 你知道台电现在所盖的新电厂 几乎都烧煤 而且都是在中南部 从桃园以南 我一直说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 你说核能电厂离我近我很怕 我要把它废了 那废了之后OK 即使我是台北市的居民 我觉得公平合理的就是说 你废了盒 所有的所有的供电的缺口都在台北市新北市 那未来所有需要补进来的这些 不管是燃煤电厂或者燃气电厂好了 你就应该盖在这个地方 不能说我把污染都摆到台北新北以外的地方 然后核能我也不要 所有的所有的我认为我怕的真怕假怕的 我通通都都都不要污染我也不要 但是电我要 天底下有这样的事吗 住在这个地方的七百万的居民 我觉得当你在做选择的时候 除了理性以外 也要公平 进广告回头了 老爸我们回来了 不是才刚回来吗 哦我们想你啊 而且搭捷运过来一站就到 哎呦太方便了 哎呦 浪江还热着呢 快来喝吧 永和顶七站一百米 更美更好的永和 欢迎回家 甚至机构捷运新都心 三次四房全新完工 2927-6868 女儿啊 一起搬回永和住吧 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可以很接近 让艺术走出美术馆 走入生活融入社区 国立台湾美术馆邀请您 3月21日至25日 一起欢庆美术节 化妆游行 艺术创意试集 文创聚落连结等 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以上广告由国立台湾美术馆提供 我说老同学啊 你帮回永和以后 还有再运动吧 当然咯 新家就在捷运顶西站 早上合并慢跑 黄昏仁爱公园散步 住在这里的感觉真好 永和顶西站前一百米 更美更好的永和 欢迎回家 甚至机构捷运新都心 三至四房全新完工 29276868 同学啊 一起搬回永和住吧 866分18秒 好 当最近有两条国际新闻 你要留意一下 因为他对于今年的国际情绪 会有些影响 一个大家都在 都在关注李光耀的病情啦 但他也高龄91岁了 那现在可能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肺部的感染 他的病危 那还没有最新的消息 当然希望 希望他能够度过危机 但不管结果怎么样 李光耀 我真的很佩服 我真的很佩服 带领着一个 连马来西亚都不要的国家 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建国史 我是首读过的 马来西亚在当初 他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马来西亚不要他 把他赶出来 表面上来讲说 你独立建国吧 其实是马来西亚不要他 为什么 一方面小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个小渔村 然后华人多 马来西亚当人就不喜欢 把他赶出来 在当时就让你 让你自生自灭的味道了 可是半个多世纪之后 1965年之后 到现在为止 半个世纪之后 今天的新加坡 是东协东盟的代言人 谁鞠躬绝尾 李光耀 你回头去看 他其实就只是在几个政策上面 包括呢 他选定华语 英语当作主流语言 但是华语 英语跟华语并行 两个世界上面最主流的语言 就是新加坡的国语 这个国家 即使小 怎么会没有机会 这是领导 力气欲凭 超越中正大安豪宅等级 植物园三分钟 五百五十平绝版基地 力气欲凭